拿一张长方形的圈纸,右手放在圈纸的中心,左手向右对折,右手一端是开口的,左手一边是中轴,把开口的一端向着左边的中轴对折,再对折,右手的一个边保持跟中轴线对齐,下半部不要压死。 一直对折到不能再折,折出的边缘线有高有低,找出最低的一条边缘线用剪刀剪开,剪称一条直线不要斜着剪,左手捏在二方之一的地方,再从右边的二方之一处剪开,打开,扇面底部称一条直线,正常的扇面有个斜度,在扇面的一端, 按折横数出死纸,用材质刀把它裁掉,一个扇面就完成了。 谢谢大家! зачем chama". 。